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that I love you, don't want to, but I can't put nobody else above you, I hate you Hello,大家好,我是Olivia,那你们是不是想问你打扮成这样有事吗? 对,我就是因为闲得蛋疼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可能大概率只有在拍视频的时候才有机会穿到 你们的夏天已然过去 而我的春天却不曾到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的小伙伴呢 我现在是住在澳洲墨尔本 所以我们的季节是相反的 我们这边呢现在就属于还是入川失败炸暖还寒的一个状况 再加上疫情宅家我攒了好多买了快一年完全都没有穿出去过的衣服 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就把我所有一次都没穿过的裙子们戴出来渐渐光 考虑到我的观众呢真的是遍布全球 这期视频呢我也会帮北半球的小伙伴们展示一些如何戴夏裙入秋 就是叠穿混搭的小技巧 然后南半球的小伙伴们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即将到来的春天吧 好的那我们第一个要来说的呢是这条白色的沙沙裙 这应该是我本期视频里面最喜欢最期待穿的一条 并且也是单价最高的一条了 然后它是来自这个Philosophy的Lorenzo Serafini 意大利的名字啊 最初我看到这条裙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英国博主 叫Tamara 我看他视频里面穿就超美的 然后我就立刻点他的那个链接买了 对今天我所分享的所有产品呢我也会写在底下的那个description B站的话呢就看置顶的第一条评论就可以 Philosophy这个品牌呢可能大家听到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见过很多他们的设计 它的设计呢就是把复古和摩登融合的特别好 像是肩部做一些设计 然后他们的裙子呢也有好多明星穿过吧 就已经不算特别小众了 那我首相这条裙子呢最吸引我的有好几个点 首先呢是它的这个领口 它是这种深V的 但它这个V呢还不是那种特别宽 就是不是很容易走光的 是比较窄的 但它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你显脖子长 显脸小一点点 接下来呢就是它裙子最吸睛的这个部分了 就是它的下摆是这种三层的这种蓬蓬的纱裙的设计 非常的鲜 但是可能就是穿着的场合要特别对吧 它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内衬 然后它的这个纱呢都是很硬的纱 它的纱上面呢其实不是简单的圆点 都是这种五半的小花的设计就很特别 它这个裙板因为纱的质地比较硬嘛 就是一层一层很分明很乍乍的感觉 这裙子我真的觉得 其实订婚或者是你简单的那种户外小型婚礼都可以穿了 其实万一我以后结婚订婚 我如果不想买婚纱就想简简单单的结个婚 我可能都可以穿这个了 这个背部以及袖子都是单纯的一层纱的设计 就是有这种透视的效果 其实穿这件衣服你可以就是简单穿一个胸贴 或者是你不穿都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里面是双层的 就是前面完全不会走光 然后背部的话就线条特别好看 这个袖子呢其实是设计的特别长的 穿上去它这个袖子的长度呢 就会盖到你手背的位置 就还蛮优雅 这条裙子它整体的feel呢就是那种小工举 还是比较鲜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其实这个剪裁还是很简洁 并且它这个纱很硬 就是给人整体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 就是结合中和的非常好 那在我单穿搭配它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选择把它很鲜 很小工举的这一面贯彻到底 就是我可能会选择搭配这样一双 也是非常鲜的这种凉鞋 那这双鞋是Zimmerman的 我之前有介绍过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也会把介绍它的那个视频链接写在下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如何把这条夏季的仙裙过渡到秋季 那首先我选的第一种搭配呢 是如果你有白色的或者是同色系浅色的短款毛衣 就是那种Crop Top的毛衣呢 可以直接叠穿到这上面 可以把它这个腰带系成一个蝴蝶结 就是系的短一些 因为它这个原本腰带的感觉是很那种很飘逸 散在这个裙板上 但如果你是搭配毛衣的话 有这两个长条散出来可能有点突兀 就是把它系一个简单的蝴蝶结 整体融合的效果更好 用短款毛衣这样的搭配呢 就是把整体感觉改得更休闲了一丢丢 然后更日常可以穿着了一点吧 并且保暖度也是非常好的 我还想了一种搭配呢 就是让它更酷一点 就是甜酷甜酷的 你可以搭一双这种靴子 然后呢 搭一个短款的酷一点的外套 我这边就是有一个白色的这种短款的 有阔型然后高领 硬材质的这种外套 整体呢就是硬的这种外套的材质 中和了它这种软软的温柔的纱 感觉你这个人就是对穿搭很有想法 那Philosophy这个品牌呢 我还真的是挺推荐的 他们有好多单品我都特别喜欢 就是如果把有没有穿着场合 或者有没有支付能力排除在考虑范围内 真的有好多裙子我都特别想买的 好的那第二条我们要来试的裙子呢 是来自这个Visace 这条裙子也是我寂寞打折的时候买的 然后我想的就总有一天可能会穿到吧 就迟迟一直都没有穿到 其实这个裙子它整体版型 以及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是比较日常的 配色就是这种深蓝色配白色 然后它这个印花呢就是这个Johnny Versace 然后只是它这个胸口这边肩部这边的这个设计 就是稍微有一点睛之笔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它这个领口也是比较大的这种直筒A字裙吧 然后在膝盖以上的位置 这条裙子我单穿的话呢 其实它其实是漏肤度稍微有一点高的 所以我就是喜欢用那种简单的球鞋 或者是平底鞋来搭配中和它一下 所以夏天穿的话就是这样很简单 那当然我们在别穿就是过度到秋季 甚至更冷的时候呢 一般会想到的就是穿一个那样的 扩形的西装外套 那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去搭西装外套的 我衣橱里有很多西装外套 就是做各种搭配都很方便 然后西装外套它这个肩部硬挺扩形的这种感觉呢 穿在这条裙子外面呢 就更加有一种girl boss的感觉 我用来搭配的这个西装外套呢 它是算是长版的 就是刚好会盖到你的臀线以下 那穿在这个裙子外面呢 就还会露出裙子的这个半截小边边 就是更加有层次感吧 还算是蛮职场的 就是上班也可以穿 这一身如果上班穿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选择搭这种 很简单的尖头黑色小高跟鞋 我这个算是小猫跟的这种 然后就是会比较的优雅 然后适合职场吧 或者呢其实我更加喜欢的呢 是去搭一双这种的短靴 我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根 然后这种亮皮的短靴 这样搭配起来整体一身 就是更加酷一些 减少了一些漏肤度吧 尤其是你在秋天穿的话呢 会更保暖一些 你也可以穿一个打体的裤袜 就是更加符合秋季季节 整体的这种穿搭的感觉 那其实把它带到秋季第三种穿搭呢 你还可以用一个黑色的羊绒衫 或者是黑色打底衫 作为内搭把它来叠穿 因为它本身裙子这个肩带的设计 这边就是算是它的点睛之笔吧 如果你是只是简单的一个外套 把它遮住就会有一点可惜 叠穿的时候呢 你还是可以穿这种比较休闲的短靴 或者呢你还可以选择搭配这种黑色的长靴 我展示的这两双靴子都是那个Steward Weatherman的 然后这双靴子真的是我的妈呀 是我2012年买的将近八年了吧 真的特别好穿 虽然我近几年穿它很少了 但其实它这个整体就是非常百搭的 Steward Weatherman他家的鞋子 我真的非常推荐 就是质量也很好 然后性价比也非常高 穿的都特别舒服 你看我买了八年的鞋子 真的就跟新的一样 我的妈呀 我们回归正题 我想说的是 就是搭配这种高筒靴 整体穿起来呢 就是减少了它的漏肤度 并且就是整体保暖性更好一些吧 所以总的来说 这条裙子我觉得还蛮百搭的 就是单穿或者搭西装外套呢 它感觉是比较直长 比较formal 就是上班也可以穿 然后做个内搭 搭个高筒靴 就更休闲一点 周末啊日常都可以穿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的呢 是这样一条半裙 它也是这种一层一层蛋糕裙的设计 那它最特别的点呢 就是这种波光灵灵 然后渐变的 pastel色系的美人鱼裙 我买它的时候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因为它其实是很难做搭配的 就是它下面这个设计 已经很突出了 远看的话 就是这种波光灵灵 很吸睛嘛 但是你近看 它这个布料是很薄的 有一种塑料感 所以它才能做出这种反光的 这种波光灵灵的感觉嘛 但如果你搭配的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显得cheap 最简单的可能就是 夏天穿一个短款的那种crop top 白色或者黑色 然后直接主要突出它这个裙子吧 鞋子的话呢 就是简单 你可以穿那种球鞋 中和一下它这个感觉 或者呢 也可以穿一个平底的那种lofer 或者穿一个白色的拖鞋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裙子呢 其实是很容易 就可以过渡到秋季 甚至是冬季的 比如说秋季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搭配这种中筒靴 然后同样就是选浅色色系 我觉得会比较好 就是整体一身 看起来质感会稍微高一点 秋季的话呢 上身就是可以穿那种紧身一点的毛衣 或者打底衫 把它系进去 还是凸显它这个裙子 整体的样子 外面穿一个短款的 这种外套 甚至可以配牛仔外套 中和一下它整体这种小公主的感觉 然后如果再冷一点呢 也没有关系 你里面是很容易可以去搭配打底裤的 因为它这个裙子的长度呢 是到你脚踝以上的位置 所以你穿打底裤 再它加上这个裙子 就是很保暖的 再可以搭配一个靴子 我觉得最难避免的一点呢 就是搭配不好 真的是有一点显廉价的感觉 所以这条裙子真的 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也可以弹幕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OK那接下来要来说的一条呢 就更加的不日常 却也更加的鲜了吧 然后就解释了 我为什么一次都没穿过它 因为真的是没有场合 这条裙子 它是来自Alice Mackell这个品牌 但我真的标签都没有拆 它是一个澳洲的一个品牌 然后他们家所有的设计都是非常女性化 特别鲜的那种感觉 他们有很多裙子 包括像这一条 都可以算作像occasion wear了 就是需要有场合才穿的一些裙子吧 这条裙子真的是我为什么要买它呢 它当时我记得 其实我买它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 当时它真是打骨折 就是我记得原价它要800多澳币 然后我买的时候才200多吧 真是打折打非常狠 然后我最喜欢一点 当然首先是它这个色系 它就是这种淡淡的紫罗兰的色 就前段时间很流行吧 可能现在稍微热度退了一点 这种色系就是穿上去很显白 它这个领部呢也是算是这种微领 然后呢肩膀呢又是扩形的这种沙沙的 会让你的头肩比显得很好 它背部呢是这种大漏背深V的一个设计 如果你背部线条练得好一点的话 也很好看 然后它这个裙摆呢 你可以仔细看 它是有这种蕾丝的一层 拼上这种雪纺 然后里面呢有一层紫色的打底 雪纺算是这种木耳边吧 也是一层一层的 但是它不是这种横向的 像是蛋糕裙的这种层 它是竖向的这种砸的 一层一层的 所以穿起来呢 整体是会有个拉长的效果 就不会像蛋糕裙那种 可能会有一点显胖显臃肿 这一条它裙摆穿上去呢 是有一点鱼尾的感觉的 然后你穿个高跟鞋 就是刚好到脚面的位置 真的穿起来又鲜又优雅 我唯一能想到穿它的场合 可能就是比如说有朋友结婚 就是那种草地婚礼 你穿一个这种就还比较适合 但前提是大家可能都dress up 然后你穿这个比较合适吧 不然就可能有点突兀了 我不会把它用作过渡到秋季冬季的任何搭配了 因为真的是不太适合 真的非常需要场合的一条裙子了 OK那我们最后一个要来说的呢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真的是历史非常的悠久了 我应该是2014年就买了它 但是真的一次都没穿过 就是感觉没有找到场合去穿它 没有合适的机会 这条裙子它是来自Club Monaco 然后我当时买的时候真的非常喜欢它 它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重工的 它这个每一层呢 都是这种小的钉珠 这样细细的钉上去的 所以它整体裙子是非常有重量的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裙摆啊 是这种三层的 然后呢它其实是没什么腰线 就是是那种20年代 非常流行的一种 很随意的 然后像是Great Gatsby 就是Gatsby里面 他们穿的那种裙子的feel 非常适合去搭配一个 像这种很复古的珍珠项链啊 然后你看那个20年代 他们戴在头上的那个band 有时候这儿还有跟羽毛的那种搭配 就是这条裙子真的是完美的 复制了那时候的那种穿搭 这边都是有钉珠的 然后细细的一个肩带 这很适合像是晚上有那种草地音乐会 或者就是简单的在海边有草地的那种酒吧 小镯一杯 其实就可以穿这种有灯光 然后会映得你这个上面的这个小珠珠反光 然后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我完全没有这种场合和机会 那这条裙子呢 也是很容易可以过渡到秋季的 首先就是可以把它里面做一个黑色的内搭 这样它整体的感觉呢 就是会更加休闲一些 然后同样就是搭配这种黑色的短靴 整体一身就更日常更休息 或者呢是可以搭配我这种毛衣外套 就是更加的随意轻巧 感觉是日常可以穿的一种感觉 这件毛衣外套真的是 我是HM买的 然后超便宜 但是我已经穿了大概三年了吧 就是做搭配都很好搭配的 它算是这种短款 然后bell sleeve 就是阔形的泡泡袖的感觉 然后搭配一个毛衣外套 然后穿一个短靴也是很合适的 好的 那这期视频呢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也希望给大家穿搭方面有带来一些灵感 帮助你们把夏天很喜欢的裙子 顺利的过渡到秋季 延长它穿着的频率 那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